当在芒果台看到这部赵英子主演的百集神剧时,你就知道暑假又来了。 每到暑假的时候,各电视台都会播一些洗脑神剧,全天候滚动播放,其中有以芒果台和央视为罪。 现在的每天早上,如果你打开湖南卫视,就会看到人间仙女赵英子主演的《因为爱情有多美》在重播,说明一年已度的暑假已经来了。 当年还是中央戏剧学院高材生的赵英子虽然还是一个新人,凭借这部收视率霸榜全年冠军的百集神剧,迅速积累了令人艳羡的国民度,也成为了九十花中屈之可数的拥有收视率过二十计的大女主。 粉丝们在《心神雕侠旅》的最美成英,倚天屠龙记的翩翩黄山女子,大名风华的安贵妃,绝代双娇的花月奴之间不断爬墙,她的古装角色总让人难以取舍,反正爬来爬去。 爬墙的对象也总是赵英子自己,大家还调侃,大圣王朝第一神言玉玉子,谁敢与之针锋,感情贺兰明寓意出场,赵英子之前的古装角色都白眼了。